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绝对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金平梅里早就说过 仙藩孤兔 窝中草 惊起鸳鸯杀上年 李卓 我看你今天总是提不起精神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没事 我挺饿的 意思就是说 要想翻天覆地 那就必须要从小时入手 插共党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吗 明白 特派员 这不是夏宇竹 夏小姐吗 你们俩认识啊 特派员 宇竹现在是我们宿记组的宿记员 是吗 看来 宋光他们还挺念旧情的 是吗 陈德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日子还长着呢 咱们有的是事情 你们俩认识的秀组的秀xy 女人和代表公司她组的秀组 你就会想见谣简单的秀组 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 后勤所这件经费 你都搞不清楚吗 如果你在 雨竹 你先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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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大哥 我看见陈德到了 他为什么会在 你先下去吧 这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假装不认识我啊 你怎么又来了 做不成夫妻连朋友也没得做嘛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就行了 去陪我喝点咖啡 我 我跟我姐都已经商量过了 过一阵子呢 我就回日本了 你也是赔一次少一次了知道吧 上车吧 我在凯瑟琳咖啡馆定了位置 那里环境不错 去试试 你怎么回事 没事 淘宝车 来了 认识去哪儿 去监司那边 坐好嘞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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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四路十二号 快 先生 小姐 请问想点点什么 不用看了 两杯咖啡 一克西凡尼 一克拿破仑 一份牛腊饼干 再加一份牛奶鲜果冰淇淋 好的 先生 请稍等 咱们两个人吃得要这么多吗 我趁我在的时候 多带你见识见识 我怕我走了以后 你就没机会了 你看 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 我们都没去过呢 俊昊 你来上海 应该是我陪你的 可我什么都没有做 倒是你带我去了不少地方 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感觉到好像心里对我有一些 愧疚啊 但是我呢 就是这么热情 没有办法天生地改不了了 还有多远 再拐过一个路就到了 快点 快点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日本啊 是不是因为 都已经被人拒绝了 我还不要脸地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丢个人现眼啊 对不起啊 俊昊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回日本是由我自己的原因 跟你没关系的 不过我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结婚 就是不想结婚 特委员 马路鞋对面的凯斯林咖啡馆 就是静安四路十二号 给我瞧瞧危机 不要静动里面的人 等时间到了 咱进去抓人 是 兄弟啊 你快一点 我赶时间 谢谢 小心 兄弟 你没事吧 学生 对不起 我找可能走不了了 你再换两车 都怪我 我不该催你啊 我这给你拿着 我这给你拿着 去医院看看 谢谢 谢谢你 好 于是 快点 快点 来吧 来嘛 李子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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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来 嘛 你俩 来啊 来嘛 你看 空洞 宣报中共地下党的人 五点钟会在这间咖啡馆街头 现在时间地点 严死和封 你们当中一定有我们想要的人 所以是自己站起来 还是要让我一个 夏小姐 怎么倒霉的事总能让你赶上呢 先生 您要去的地方马上就到吧 一时走 去前面的朱月星茶馆 好的 没人站出来是吧 好 都给我带回去 走 凭什么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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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是谁吗 放开我 快点 凭什么 在这个时间待在这个地点 就都有共党嫌疑 如果现在蒋介石坐在这里喝咖啡 是不是也要带回去 你就是共产党 拿相啊 你就是共产党 拿相啊 走 谁啊你 我去 九号 凌号 凌号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谁跟你一家人 是是是 我哪有您这样的父亲 您父亲在日本身体还好吧 有事说事别套近乎 您是有所不知 现在的租界都快成共产党的乐园了 他们在里面逍遥快活 比我们过得还滋润呢 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吗 共产党关我什么事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萧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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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职责所在 你好歹把去凯斯林咖啡馆的时间目的 简单地说一下 我记录一下 日后有人问起 我也好有个交代 你随便帮我编一个不就好了吗 编身编浅不合适啊 你怎么那么麻烦呢 我去凯斯林 是跟我女朋友约会 具体时间我忘了 你帮我编一个 好 女朋友是 下雨竹啊 还用问吗 好了 可以走了 嗯 今天真是误会了 日后有机会 定当登门谢罪 萧公子慢走 赶紧把我女朋友给放了 好 好 好 慢走 你没有你老子成小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对啊 下一个踢着谁 她女朋友 哎哎哎 到底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啊 哎我们在补房有期间 我要告你们 告什么 哎呀老公子 才自家里呢 人家讲好的吗 人家会放我吗 一定要告他 啊 干什么呢 都把嘴给我闭上 你 给我坐下 坐下 下雨竹 跟我出来一下 这干什么呀 哎 哎 哎 我们要吃饭 小公子 车娶回来了 对不起啊 哎 哎 君昊 宋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夏玉竹 你就是那个共产党啊 我不是 什么 我听不清 我不是 你不是 当年你哥巴不得是共产党 现在他死了 你不想替他完成心愿吗 你还有脸替我哥 我 他就能够 也不想替他 你把你带来 我先走 你把你拼过来 我将你拼过去 大笔子 哪里 我帮你拼过去 你真的不想要 我帮你拼过去 你真懂事 真懂事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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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杀手 宋副主任 我对夏宇珠例行问话 可是她突然疯了 她又要袭击我 如果你想问的 已经问完了 我要带人走 这恐怕不行 夏宇珠有共党嫌疑 需要进一步调查 我担保 它不是共产党 你担保 怎么 这样也不行吗 那你现在就给陈立副部长打电话 问问他 我宋光担保的人到底可不可行 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里的 听见了吗 把宋副主任的话记清楚 没有 宋光啊 脾气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直爽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太希望你为他担保了 要是我所有的嫌疑人 都有人担保 我反倒省心 反正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将来出事儿吗 找担保人啊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请便 雨柱 我们走 塔北元 您对这个宋光也太客气了吧 宋光 宋光 已经牢牢攥在我的手里 什么意思啊 想要搞掉他 一个夏宇竹足影 把所有嫌疑人释放了 二十四小时盯着 随时向我汇报 那夏宇竹和萧俊昊 你还能够拒绝 按理来说 所有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他们俩绝对不可能 但是也都给我坚持起来 去 是 军航 赶紧把雨柱送回家吧 姓陈的没有为难雨柱吧 这件事情你就别问了 雨柱 回去好好休息 睡一觉 这件事情 就算是过去了 赶紧上车吧 好 谢谢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控制在了最小范围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塔本元 正是这段时间监视 夏宇竹和萧君浩的记录 请您过目 发现什么没有 这个夏宇竹一直很单调 每天按时上班 然后回家 没发现跟什么人接触 萧君浩呢 萧公子可就丰富多了 白天不是去跑冰场 一员跑狗 就是去一品箱打担子 这到了晚上 就去舞厅和赌场 一直玩得很晚 公子哥嘛 花样多一点 正常 还有没有发现 他和什么特别的人接触呢 有 他和一个外国舞女 正打得火热 长得怎么样 长得还真不错 尤其是那身材 我看你们的心思 就没放在监视上吧 属下不敢 照这么说这两个人 都解除嫌疑了 确实都跟共产党 没什么关系 那就把人手都撤回来吧 克拉德已经说头了公布局 我们的电波侦测车 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开进租捷了 我发现这洋人还是挺好对付的 只要给钱 还真给你办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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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对面那两个人都不见了 真的 嗯 可算走了 都是那个陈德道安排的 陈德道总是为难小姐 他就是个混蛋 小姐 你别生气了 那天咖啡馆里边 真的有共产党在街头啊 我不知道 那天咖啡馆里 人其实并不多 坐在门口的 有两个像职员的人在聊天 他们旁边是一家三口 小女孩挺可爱的 对了 还有一个中年人 看起来像是在等人 那会不会是他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他穿得非常讲究 脾气擦得很亮 边上还放了一束玫瑰花 肯定是在等女朋友 那他会不会 假装约会的样子 不可能 我看到他 悄悄地把手上的戒指 拿下来了 他结婚了 他在等情人 那 那还有其他的人吗 在我和军昊的旁边 还有一队老夫妻 关押的时候 他们嘲嘲说 自己在捕坊有亲戚 应该也不是共产党 那就奇怪了 我的双菊 什么时候变成小侦探了 小姐 你又笑话我 小姐 你又笑话我 你是不是在家待得 有点闷了 没有 小姐 只要有他 我就一点都不闷 小姐 你知道吗 收音机是通过 无线电波才有的声音 无线电波看不见 也摸不着 可是他用处可大了 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是从这里边听说的 对 任务员 任务员回来了 你再收拾东西 今天晚上又搬家 辛苦了 老李在里面吗 对 志愿 怎么样 见着了 太好了 来来来 快走 快走 那边的同志呢 已经给伊格纳斯 就是咱们那个同志的家属 办了新的身份证明 随时可以动身 那好 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 争取这两天就配合他们 将这位家属转移走 好 这样一来呢 负责护送的同志 就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是啊 咱们一起配合 帮着他们赶紧完成这个任务 不过你们转移的时候 还是有注意安全 嗯 好 老李啊 不瞒你说 这个负责转移的同志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怎么说 人家是不是老革命 一脸沧桑啊 恰恰相反 非常年轻 年轻的让我惊讶 是吗 我以为 来执行这种护送任务的 都应该是 像咱们这样的老革命啊 他有着超着他年龄的成熟 睿智而且风趣 更重要的是 充满了革命激情 能得到你任志远 这么夸赞的人 可实在不多 我想这位年轻的同志 确实是个人才 不是老李啊 我任志远在你心中 就这么刻薄吗 你们聊了这么长时间 都聊些什么呀 他虽然加入我党不久 但对于我们的革命 有很多想法 对我提出了很多 建设性的意见 很有思考 瞧你这么说的 让我对这位年轻的同志 也充满了好奇啊 时间不早了 长发这边收拾差不多了 你们先走一步 咱们下次见面 应该再新的聊一聊 好 又要搬家了 是啊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来 进去吧 来 喝点水 小心烫啊 好 没想到这次去南京会当个那么久 还耽误了给君浩送行 当然是工作重要了 我听说要对桂习下手了 对啊 李宗仁跟白忠习向湖南增军了 中央大为恼火 蒋召集各界准备商讨对策 我觉得开会商讨是假 下令讨伐才是真 这个贵戏的气焰啊也是太嚣张了 自古新朝初见 财兵萧帆 都是一等的难事 想当年北伐刚打到长沙的时候 是蒋介石主动向李宗仁提出摆拔的 蒋为兄 李为弟 同心异德 生死喜之 现在才过了一年半 蒙兄就要对蒙弟动手了 算了 不提了 这君昊一走 你是不是要把办公室当家了 你说吧 这个臭小子 他在的时候吧 我整天是一脑门子官司 他这一走吧 我这心里又觉得空牢牢的 别说了 君昊身上有那股子 不拘小节的豪气 谢田跟你很像啊 什么豪气啊 就是孩子气 他现在是不务正业 等哪天他自己想明白了 我觉得他能干一番大事业 也就是你看好他 你在电话里说了 有重要的事跟我商量 什么事啊 是关于宇竹的事情 陈德道现在是他的顶头上司 我怕他的日子会不好过 他就是顶了特派员的帽子 他也不能随便找茬吧 话是没错 但是长官毕竟是长官 中间有些事情处理不好 会很被动的 也是 而且 咖啡馆事件之后 我是亲眼看见 如果不是我力保宇竹 我真的不知道 陈德道那个家伙 会使出什么瞎做的手段 这个陈德道 那时候 要不是他把恒轩的字牌书 给捅出去 恒轩也不至于 宇竹知道这件事情吗 应该不知道吧 不知道就好 否则就更麻烦了 那现在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是想过了 得让宇竹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你是说 换个工作 徐元增在上海 有一个无限电学校 现在他们的第三期 短学班正在招生 我可以给宇竹 争取一个考试的资格 只要他顺利入学 就可以摆脱成得到 而且在那里 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没有任何坏处啊 这个办法好呀 宋大哥 想不到 你这么细心哪 你让我这个当姐姐的 都自愧不如了 我就是想替你多分担一些 你一个人 不容易 我有什么不容易的 无限电学校 太好了 这可是你宋大哥 费了好大的劲 为你争取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陈米姐 我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双菊 双菊 你不知道 双菊对无限电 可感兴趣了 他在家里没事 就一天到晚 在摆弄那台收音机 而且他从那里面 学到了好多 无限电的知识呢 好了 他 我知道你跟双菊感情好 可他毕竟是个下人 这么重要的机会 怎么能让给他呢 下人也是人嘛 他们也有摆脱 现状的权利 双菊 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是 他可以选择自己 想要的人生啊 行了行了 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我只问你一点 如果你把报考无限电学校的机会 让给了双菊 你就必须天天去面对陈德道 你受得了吗